洞察金融市场 分享理性认知 大家好 欢迎来到Rizzer投资说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Rizzer 上一期我们讲到 我个人看空5月11号之后 比特币减半的行情 我认为还可能会出现第二次暴跌 对吧 结果被我不幸言中 今日已经开始了比特币的暴跌 但是我认为市场不可预测 我们这里不在过多的预测了 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就来讲 为什么比特币会暴跌 为什么比特币会暴涨暴跌 波动如此之大 为什么比特币 一枚比特币会这么贵 对吧 它大概五六万一枚人民币 而比特币的价格 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对吧 比特币的价值 到底由什么来支撑呢 对吧 我们认为比特币的价格 到底受哪些因素影响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比特币的价格的影响因素 有哪些 好 我这里希望大家 对于区块链和比特币 感兴趣的小伙伴 能够点击订阅我 持续收看我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今天就来讲 比特币的价格影响因素 解开比特币的价格定价之谜 好 我们今天来从四个角度 讲比特币 到底是如何 形成它的价格的 如何被这个市场所影响的 第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四点 先说一下 第一点是货币的角度 就是说 你认为比特币是一种货币 到底受不什么来影响 第二点是商品 假如你认为 假如你认为比特币 是一种商品的话 它受什么东西 影响价格 第三点 我认为比特币 可能是一种风险资产 比特币作为一种风险资产 它受什么来影响它价格 第四点 你如果你认为 比特币是一种数字黄金 那它们的价格 是有什么来影响的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由 四个角度来讲 比特币的价格影响因素 第一点货币 第二点商品 第三点作为一种风险资产 第四点作为数字黄金 好 现在说第一点货币 大家都知道 比特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 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 对于我们之前的货币来说的话 传统的货币 是一种媒介 是一种一般等价物 对吧 是我们人与人做交易的一种媒介 而我们在最远古以前 人们是物交物 物交易 以物易物 而现在有了货币 货币作为一种媒介 担当这种中间的媒介 作为交易的一种东西 而我们的货币 是由全球央行来发行的 央行他们背后有军队 有政府 作为一种权威 作为一种信用主体 他们来发行货币 他们有货币的定价权 他们不仅有铸币权 他们还有货币的定价权 也就是说 世界大国美元 世界大国人民币 对吧 这两个币种 都是由他们各自的国家政府 来定价他们的货币的 而美元的定价 由美国美联储来定价 对吧 中国由中国人民央行 来定价他的货币 而对比比特币来说 他是没有人来定价的 对吧 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 传统货币的话 它其实是长期贬值的 为什么 对吧 大家都知道 100年前的美元 如果100年前是1美元的话 现在的这值多少呢 它值300分 也就是100年前的1美元 现在已经贬值到了 只有300分了 对吧 贬值很大 而大家都知道 人民币 现在我们全国的总货币量 达到了200万亿的一个水平 非常可怕 过去的40年间 我们的货币总量 供应量 每年的增速都在平均15%左右 这样一个增速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产的升值 跑不赢每年15%的话 你的货币 你的资产的价值 其实是在变相贬值的 对吧 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你2000年 去二线 三线城市 吃一碗面 大概是1块5到2块之间 对吧 但是你现在 你去二线 三线城市 你去吃一碗面 可能要15块 这样一个价格 对吧 大概翻了10倍 也就是说 我们这20年间的货币 贬值速度 非常快 对吧 不管是美元 还是人民币 它的背后是主体 都是国家 而以国家为主体 央行发行的货币 都是在不断贬值的 这点大家 我相当清楚 对吧 而比特币 作为一种新的货币 它总发行量 是2100万 永不增发 没有增发 所以它是一种 新的通货紧缩型的货币 而不是一种 像人民币和美元那样 是通货膨胀的货币 对吧 所以对比人民币 美元以及比特币来看的话 一种是通货膨胀 一种是通货紧缩 这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比特币 它是有一个增值的逻辑的 对吧 所以说 从货币走来看的话 比特币作为一种 假如你把它看成货币的话 它是有这种 通货紧缩 作为一种增值逻辑的 好 除了货币以外 我们再来看 假如你把比特币 看成是一种商品 你如何给比特币 作为来做一个定价呢 对不对 商品如何定价 对吧 我们之前讲到 讲到原油的时候 就讲过 商品是依靠供给和需求来定价的 也就是说 影响它价格的只有供给和需求 我们来看比特币的供给和需求是什么 比特币的供给 就是它产出 对吧 你依靠挖矿来产出比特币 也就是说比特币的唯一来源 就只有挖矿 只能依靠挖矿来产生比特币 而比特币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 挖矿产出总共有1800万多个比特币了 对吧 而剩余的只有200多万个比特币 等于在挖了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减半之后 本来是每天产出12.5个比特币 而后面只能每天产出6.25个比特币了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挖矿产出 在不断的通货紧缩 不断的减少 对吧 这是一个边际效用 越来越少的比特币产出 对吧 再来说它的成本 作为商品 它肯定有生产成本 对不对 成本就是它的矿机 还有它的电费 对吧 矿机作为一个机器 你需要花钱去买 对吧 它由CPUGPU以及显卡 各种硬件组成 对吧 它需要花钱的 目前市场价 一台矿机 大概要1万多人民币 这样一个价格 而电费平均在0.3到0.4元 也就是三毛到四毛 一度电 这样一个价格 所以说比特币的核心成本 就是挖矿 对吧 就是矿机成本 以及电费成本 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成本端 而这个市场当中 不断的有 大量的矿工 涌入进来 去争相挖矿 他们会让整个网络的算力变高 对吧 这是一个规模效应 而当有不断的竞争者 涌入进来挖矿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竞争关系 他们互相竞争 整个推高了整个的比特币的产出成本 对吧 但是 你要知道 这只有供给 如果只有供给的话 价格是没有支撑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需求 那比特币的需求在哪里呢 对吧 需求 第一点就是保值和储值的作用 对吧 我们把比特币认为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财产私有化 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我的财产 对吧 比特币就是这样一种资产 所以说你可以买比特币 作为一种保值和储值 还有就是有的人 他爱好比特币 信仰区块链 他认为可以买一些比特币作为收藏 对吧 这是一种需求端 我认为最大的需求在哪里呢 在洗钱 暗网交易 资产转移等这些灰色交易当中 所以说比特币 目前为止作为一种加密货币 它的需求端更在于 这些比较灰色的交易地带 比如说暗网 Silk Road 四丑之路 在早几年 大量使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进行交易 对吧 现在比特币的 现在暗网的四丑之路 已经被关闭了 已经被逮捕了 这创始人 但是它这种交易是不可控的 对吧 在灰色的世界 互联网世界当中 还是有很多交易不断产生的 所以说他们就用这个比特币 这是一种比较大的灰色需求 所以可以看到 除了保值 储值 以及投机 爱好之外 还有就是灰色交易 资产转移这种需求 所以我们看到 从商品的供给端和需求端 我们都能分析一下 比特币的价格 到底有什么来锚定 我个人认为成本端 是它一个巨大的锚定值 对吧 作为商品来看的话 好 除了货币和商品之外 我们再来看 把比特币作为一种风险资产 它到底受什么影响 它的价格 对吧 受什么因素影响 首先作为资产的话 第一点 我认为就是资金的流动性 也就是说 只要有大规模的资金 流入这个市场的时候 它市场就会上涨 对吧 这个资金会不断推动它上涨 而当大规模的资金去卖出 抛出比特币的时候 整个市场就会下跌 缩量萎靡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自从 举个例子 自从18年以后 我们整个市场 其实是一个存量市场 而16年 17年的比特币市场 当时因为ICU爆发 很多新用户 涌入进来 来进行投机比特币 进行交易 这时候是一个增量市场 对吧 用户大爆发 很多资金进来 推动市场上涨 而现在18年以后 至今 我认为比特币的市场 没有很多的新增量用户 它是一个存量市场 对吧 存量市场就会造成暴涨暴跌 而没有新高 没有大牛市 对吧 未来如果要是大牛市的话 肯定有很多新增量资金进来 才会有大牛市 而短期不太可能 对吧 而我认为 整个 从资金角度来说的话 成交量是一个关键指标 能够去参考一下 就是说 当成交量不断发大的时候 市场就会不断的上涨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看 去观察一下这个指标 好 作为一种风险资产 除了资金影响之外 我认为 还有就是市场情绪影响 对吧 当你们 比较疯狂的时候 牛市就会到来 而且那个时候 你会给比特币 更多的溢价 也就是说 很多人疯狂买入的时候 价格会非常的高 会高出它的逻辑 高出它的估值 会有溢价 但是如果当 比特币暴跌 到熊市之后 很多人就会抛售 这个时候一种恐慌会诞生 这个时候比特币 会有一种负益价 对吧 它会被严重低估 对吧 可能还低于它的内在价值 也有可能 所以说 情绪也是一种 影响它作为一种资产的 价格的表现因素 除了情绪以外 我认为还有一种就是政策 对吧 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 全球各个国家 这种政策 对于比特币 也是价格有很大影响的 对吧 比如说 2019年10月份 我们中国 习大大提出了 要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的 这个言论 之后 当晚比特币就开始了暴涨 对吧 那一天涨幅就非常的夸张 这就是明显的政策 对于我们比特币 作为一种资产的暴涨暴跌 受下很大影响的 对吧 好 说完比特币作为一种资产之后 我们再来说最后一点 就是第四点 我们认为 假如你把比特币作为一种黄金 作为一种数字黄金来看待的话 它到底受什么影响呢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我们之前的黄金 是具有可分割 这种属性的 而且它不易腐蚀 不可再生 而且它具有开采成本 所以说大家觉得 黄金是一种 具有历史性 工信力很高的一种 这种能够保值的资产 对吧 或者保值的一种物品 但是你要知道 黄金它是由一个 历史发展而来的 对吧 很简单 你认为钻石是否有价值 对吧 钻石只是一个金刚石 生产出来一个 加工出来的一个产品 钻石它有价值吗 就是大家都认可它 它就有价值 对吧 这个本有价值吗 有价值 但是它不够贵 对吧 黄金和钻石是因为 所有人的公信力 认为它有价值 它有价值 对吧 所以说比特币 我觉得它具有 所有黄金具有的属性 就是可以分割 而且比特币不存在腐蚀 比特币也不可再生 比特币也是有限的 而且它比特币也有开采成本 对不对 所以说比特币是可以对标黄金的 但是比特币目前为止还太小了 对吧 它被认可的程度和范围实在是太窄了 黄金对吧 被全球人口所认可 全球70亿人都认可黄金 对吧 这个东西可以避险 我们全球市场 黄金有8万亿美金的市值 也就是56万亿人民币的市值 而比特币只有1万亿人民币的市值 非常的小 对比黄金来看 比特币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市场 对吧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认为比特币是数字黄金的话 我们认为可能未来市场的空间还很大 还具有它的产生力 长期可以期待一下比特币作为一种数字黄金 对吧 好 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了 作为一种货币 作为一种商品 作为一种风险资产 以及数字黄金 这四个角度来分析 比特币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 如何被影响了 对吧 我个人认为目前整个市场来说 我更认为比特币是一种风险资产 以及商品 数字黄金之路还比较长 短期内还前途未卜 对吧 而货币就更加长远了 我觉得目前为止货币还是不太可能的 对吧 而且比特币就有决定的波动性 所以这个证明它不可能成为一种货币 短期内还很难实现 对吧 现在更可能是一种风险资产 以及商品 而我认为 商品的内在逻辑 供给和需求 是它的价格之猫 也就是说 它的挖矿成本 是比特币的一个估值的猫 它的价格围绕这个猫 它内在价值波动 对吧 如何波动 受到它作为一种资产 风险资产的流动性 资金的推动 以及市场情绪的左右 所以说 我们目前为止 比特币的价格 8000美金或者说 5-6万人民币 这样一个价格 是以商品的挖矿成本为核心 再加上一些市场的溢价 资金的流动性 推动 形成一个价格 对吧 而且我认为 目前这比特币的价格 是受人为操控的 也就是说 有人在里面坐庄 它其实是非常 受到我们人为操控影响的 对吧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考察 考量一下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 我没有这个视频留言 点赞 大家希望能够继续听比特币 和区块链的那种的话 可以继续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